这个19岁刚上大学华裔女孩被加拿大慈善机构Planck Nord评选为全国20岁以下的20名并渐轻少年。但你不知道的是,她竟然是一位女科学家,而她的项目被加拿大资深科评委员会,评估的市价近高达4907。5万元,她对科学的好奇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的。 记得有一次,课上,自然老师在促里放了一个鸡蛋,并让同学们观察做实验笔记,几小时候,鸡蛋的外壳居然会变透明。这一现象对小家运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,很快小家运就喜欢上这种动手又动脑的课程了。 对环保科技的兴趣,则是源自于一次环保主题的野营活动。那次活动主要的是针对垃圾分类处理而进行的实践。 在参观垃圾中转战的过程,钟老师,让他与同是华裔的汪玉恩搭档,一起完成任务。 野营一开始他们一同去了电子费品回收处,刚要往回走,或成堆的塑料垃圾山映入眼帘啊,钱的这一切着实吓了他们一跳。 当时他们呆立在垃圾山前,木然跟身边的工作人员咨询道,塑料垃圾如何销毁呢,可能五千年都不会消解。 工作人员汉西泪医生说道,回到家后,家运一直想着垃圾场看到的一幕,一定有东西可以对塑料有很好的降血作用。 他心想,凭着这种信念要家运招到搭档汪玉文合作,决心一起为环保做点事。 在以后的日子里,他们每天都在电脑前阅读了成千上百篇的科学论文,摘露出每一个可能突破的点。 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,他们用最原始的排查法逐一去实践,最终,找到了一种纯天然无污染的解决方案,即利用细菌降解塑料。 实验结果已经公布,他们便被所在地区的环保机构重视起来。 这项研究也顺利地帮他们拿到加拿大生化科技挑战赛的冠军。 紧跟其后,竟然是全球最大的演讲舞台TAT的邀约。 人更想不到的是,连微软总裁比尔、盖茨和杜沟创创始人之一的赖例, 佩吉都想听他们分享实验经验,众多的科技开发公司主动联系他们, 希望可以开发他们的技术,并将实验成果更有效,的运用到生活中。 但是,姚家云与汪玉文选择继续做实验合作研究。 字幕志愿者 杨祖籍